神界不可知之处 金碧辉煌的大厅之中 此刻只有孤零零的两个人 一个坐在王座之巅 如同高高在上的众生之王 孤傲俊美 拥有一切 却也注定要拥有孤独 那是傲立在诸天之顶峰 能够掌控任何人生死的至高存在 众神之王 而在他的面前 是一个样貌极其古朴 身上披着一个破旧的黑色斗篷的中年人 手中平静地翻阅着一本古籍 更像是一个倾听者 一个渴望求知的阅读者 老师 叶寒山有了变动 你早就知道了 为何突然间与我说这件事呢 如果你心存畏惧 按照你的性格 应该早就会有所行动了 既然不畏惧 又为何会提出此事 你在担忧什么吗 老者话音一落 高高在上的无比精致的男人再次开口 是啊 我是在担心什么呢 区区一个人族罢了 就算是当年那个云望姬 也不过只是一个蝼蚁 何况是他呢 他合上了手中的骨骑 目光呆滞 突然开始凝望远方 依我看哪 这个年轻人 是要比当年的云望姬更优秀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 云望姬代表的是几十万年前 人族不朽的意志 坚韧 执着 不为强权 太多美好优秀的品质 集中在了一个男人的身上 遗憾的是 他鉴于了自己的身份 忘了他卑贱人族的血统 妄图染指高高在上的天使 便注定了他的结局 诸天之下 无人可以违抗神的质疑 在神王面前 他再强也只是蝼蚁 而如今 那个叫徐阳的人 看似又在重复当年云望姬的老鹿 可实际上 他们两个人之间 还是有着很大本质区别的 起码这个叫陈阳的人族 身上已经出现了 超越逐天范围之外的因果 这便是他必须要死的理由 神王嘴角那一抹微笑 更浓郁了几分 他明白 老师拐弯抹角说了这么半天 不过就是在给自己 找一个最为合适的台阶罢了 那依照老师的看法 人族的意志 始终都是在进步的 是的 这种进步永远无法超越 朱天掌控的极限 因为神才是朱天的主宰 但人族对这个极限的渴望 却不是我们能够把控的 制衡便是遏制这种 欲望爆发的关键 徐阳作为如今人族意志的最终代表 我很期待 他将重点提升到 怎样的高度 是否也和当年的云望鸡一样 最终倒在五月天的面前呢 中年人想到了这个问题 居然又开始本能地 翻开了自己手中这本古籍 上面分明一个字都没有 可他依旧在执着地翻阅着 渴望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看到的答案 当年 您对云望鸡的预言实现了 不知道这一次 他轻笑着 这一次我不再做什么语言了 不如将这个徐阳的前进之路 当做你我之间的一盘棋吧 我直黑 你直白 看看是我这枚棋子 最终能够冲破一切阻碍 达到人族意志的极限 还是你这高高在上的神王 让他的追求变成一场梦 如何呀 神王脸上的笑容 更浓郁了几分 如此甚好 那我们结局见 黑袍男子凭空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是四个身穿金色盔甲的神族战将 传见神盟殿下 都起来吧 晨曦日落听令 属下在 四人当中 站在最左边这个头上四眼 整个人悬浮在半空中 掌内孕育着一金一银 两道光球的中年男子 沉声开口 这个人 便是神族四大战将第四位的 晨曦日落 据说这个人乃是十万年前 自太阳星中爆发出的一颗流星 掠过诸天外遇的时候 被一道神念接引到了神域 最终化作了晨曦日落的模样 自十万年前化形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这一副样貌了 至于他这一身本领 皆也非神界的神源孕育而成 都是与生俱来的 拥有一部分时间法则的掌控力 乃是四大神将中进入神界最晚的一个 交给你一个任务 即刻出发 带着你的日月魔灵 去夜寒山 寻找一个叫徐阳的人 回禀陛下 杀一人族 不需要带别人 神王轻笑 嘴角扬起一刹那 当真俊美到了极点 都是叫你去杀他 而是 抹杀他身边的人 杀一个还是全杀光 你说了算 晨曦日落脸上浮现出了久违的笑容 多谢陛下 众人纷纷散去 神王一个人对着空旷的神殿 眼神中又多了一抹期许 老师啊 这次 我一定不会再输给你了 彼时 徐阳团队已经带着艾普拉三人 脱离战场 直奔通往吴越天内境的山口方向 一路上 艾普拉三人不断地向徐阳团队 展示魔法的力量 很神奇 但似乎是因为不太适应的原因 这三个家伙 仍旧和徐阳团队众人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不知不觉间 众人来到了一片十分开阔的平原战场 这里的环境很特殊 遍演之处 解释无穷无尽的植物迎风招展 跟人一种静谧和谐的感觉 啊 灰头发 你怎么不早说呀 这地方如此美好 早知道咱们直接往这里逃啊 岂不是要比去什么神指山安逸得多 龙坤像是一个放飞自我的大头鸟 发了风一般在这宽敞的平原当中 自由自在的风跑 你这凤凰蛋 能不能安分点啊 这平原之所以有眼前这般静谧 还要说起几十万年前的那一战 据说 天使月修的一滴泪 落在了这座平原当中 让这里原本被战争摧毁的一切 焕发了强大的升级 经过数十万年的繁衍生息 这平原当中 蕴满了各种各样的灵体 据说还有精灵一族的存在 只不过那一族很少出现 我也只是见过一次罢了 精灵一族 不会吧 那是什么东西啊 灵瑶等人皆是眼含惊喜和期待 发出询问 灰发老头 见到难以满足众人的好奇心 只能勉为其难地硬着头皮 将自己记忆深处 有关精灵一族个体的轮廓 化作一道魂念打出 给众人参考 天哪 这 这就是精灵